你好 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凤容护理师二采婴 47人解除隔离 该名护理师5月14号曾经到过台北 而18号裁检为伟阳性 目前已经确认PCR裁检是阴性 花莲县政府卫生局也要求凤容护理师需自主隔离14天 确认无任何症状后才能返回工作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张一华说明表示 有关凤容医院护理师个案 县政府在昨天19号接到了北区疾管中心通报后 花莲县卫生局持续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系统中持续追踪 直到今天20号一点多 依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告 该护理师二次裁检显示正式违因性 华莲县卫生局持续的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系统 追踪个案是否有编列案号 那么根据最新刚刚一点钟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通告 这个护理师的个案 二采是阴性的 也就是18号的一采是伟阳性 那么所以现在针对凤容医院的护理师 我们华莲县政府 仍然一本负责的态度 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首先要求卫生局跟北区疫管中心联系 这位护理师 我们要求他在台北做好自主隔离14天 完全确诊 确定无事之后 再返回工作地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经过这件事情 也让花莲县民可以放心 花莲县政府对防疫措施 绝对是最负责任 最严谨 而且是料底从严 那么现在针对凤容医院 因为这个护理师个案 在自主在防疫旅馆隔离的 我们也会按照一定的程序 以解除隔离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张一华表示 县政府本着负责的态度 不敢掉以轻心 仍请该名护理师 在台北自主隔离14天 希望确定无确诊后 再返回到工作地点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